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普廷21号对全国发布举步动员令 在预录的演说中他表示 为了补给俄军的后援 对抗在基辅政权背后撑腰的西方强权 官方必须举步动员 征召部分后备军人前往乌克兰前线作战 而从消息发布之后 首都莫斯科 圣彼得堡等多地的街头 都陆续出现抗议群众 高喊不要战争 但随即遭到警方逮捕拘留 根据俄罗斯独立人权组织 OVD Info的资料显示 在这16号为止 已经有超过2300人 因为抗议局部动员令而被抓 另外 动员令21号宣布之后 也引发大量的俄罗斯人离境 根据土耳其航空26号的网站显示 截至10月3号从莫斯科飞往伊斯坦堡的班机早就全满 往后一个礼拜的位置也所剩无几 由于我在伊斯坦堡大部分的友人都是俄罗斯人 询问之下得知 朋友还在俄罗斯的同事 在动员令发布当天也相继赶快订机票 先飞出境再说 因为飞到土库曼的同事表示 出发当下 他甚至不知道飞机的目的地在地图上的哪里 只想要先离开俄罗斯 再想办法来伊斯坦堡之后再做打算 回过头来看局部动员令到底是什么 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发布 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意义 根据俄罗斯的法律 当国家遭受外国侵略或攻击时 政府为了在暂时保护国家经济和军力 可以发布动员令 征召后备军人储备国家的军力 而局部动员的意思就是 并不是全体的后备军人都会被征召 只有部分的人需要而已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一谷的说法 俄罗斯符合征召资格的后备军 有2500万人左右 所以这一次征召30万人 等于只从当中召集1%的人而已 至于谁是这一次符合资格的人 少一谷表示 局部动员只会征召近期 有军事训练或经验的人 没有经验或者是学生等等的公民 不在局部动员令的征召范围之内 不过多家外媒报道25号都指出 一些没有服过兵役的男性 也都有收到征召令 明显与少一谷先前的说法不同 而面对群众的不满和愤怒 不停的亲密盟友 国会上议院议长马维燕科25号也表示 不符合资格的人也被征召 这样过度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 表示各级政府要负起全责 确保每一个征召环节都不出错 另外 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发布局部动员令 除了凸显俄军的军力严重不足以外 也改变了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本质 怎么说呢 从2月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都把入侵的行为称作特别军事行动 并以此表示这不是战争 但根据前面提到的俄罗斯法律 动员是遭遇外国攻击 战争的时候才能发布的法律 因此 这不但是二战之后 俄罗斯第一次发布动员令 也被视为是特别军事行动 转变为战争的指标之一 预料俄务战争也会因为这个动员令 持续更长的时间 而所以在越来越多俄罗斯人离境 官方也将进一步限缩异邻邻男性的移动自由 根据莫斯科时报26号的报导 官方很有可能在这一周开始限制邻邻男性出境 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7号受访时对此表示 这方面官方都还没有真正做出决定 接入瑞典国会大选 极右派政党拿下第二多的席次之后 欧盟又有一个国家投入民粹主义的怀抱 走向右倾 意大利国会大选25号投票结束 最终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右翼联盟 获得44%的选票 党魁梅诺尼也在26号正式宣布取得 下一届政府的领导权 而奉行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兄弟党 加上反移民的联盟党 以及意大利前进党要筹组新政府 也被视为是二战独裁者莫索尼尼垮台之后 意大利最右倾的政府 而随着越来越多会员国走向右倾 欧盟也开始担心 这将对欧盟的团结和决策 构成潜在的威胁 先来介绍一下意大利兄弟党的党魁 意大利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 她有什么奶力过去曾支持和反对什么样的议题 为什么欧盟对她要接任意大利政府这么的忧心呢 现年45岁的梅洛尼很年轻 15岁的时候就加入意大利新法西斯政党 意大利社会运动党 简称MSI的青年部 她曾经称赞过二战独裁者莫索尼尼 后来2012年构同创立意大利兄弟党时 使用了MSI绿白红的火焰作为党灰 而这个标志被视为是莫索尼尼坟墓上燃烧的火焰 而种种意识形态的表现都让外界把梅洛尼 和法西斯主义者画上等号 不过梅洛尼近年要上政治的大舞台之后 就一直反对这个标签 在政治光谱上尽量往中间靠拢 像是她在恶物战争中 她也主张支持乌克兰 透过一些议题态度的转向来淡化自己右翼的色彩 以此拉拢中间派的选票 不过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欧盟还要担心梅洛尼接任呢 虽然梅洛尼确实在各方面企图淡化她右翼的色彩 不过梅洛尼本身就是一个欧洲怀疑论者 也就是说她反对欧盟削弱个别国家主权 来加强欧洲一体化 她这一次竞选口号上帝国家和家庭 也阐述了民主主义至上 以意大利为优先的立场 表示将维护意大利在欧盟的利益 并会大力打击不断增加的移民等等 伦敦国王学院意大利政治中心主任塔拉尼就表示 梅洛尼的说法就有点像川普当时的美国优先 所以未来也可以预期欧盟在做决策时 会遇到更多的反对票 由于欧盟多数的决策 像是要制裁俄罗斯预算分配等等 都要全体会员国的同意 因此如果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 渐渐往匈牙利波兰的一欧派的国家靠拢 势必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对梅洛尼执政感到担心的原因之一 不过到底梅洛尼执政之后 会不会真的向匈牙利波兰等一欧派的国家靠拢 目前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为什么呢 意大利跟大部分国家一样 现在都正受到通膨能源价格飙升的经济问题所苦 所以在梅洛尼竞选时也就表态 当选之后希望重新审视国家的财政改革 以争取近2000亿欧元的欧盟振兴基金补助和贷款 也就是说 如果梅洛尼要争取欧盟补助 势必态度要有所妥协或转向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就曾经表示 如果未来意大利让事情走到难以进行下去的方向 欧盟是有工具可以对付的 言下之意就是在说 欧盟是可以冻结对会员国的补助 中本州唯一的共产国家古巴25号 针对新家庭法举行全国性的公投 最终全国选举委员会在26号宣布 新家庭法公投以66.9% 相当于400万张的赞同票通过 写向古巴推动LGBTQ权利的新历史 这份多达100页的新家庭法法案 包含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同性伴侣可以收养子女 以及非商业性的代理育母合法化等等的内容 将替代1975年颁布的 也就是现行的家庭法 改变古巴法律上的婚姻和收养的定义 古巴领导人卡奈在法案通过之后对外表示 这是像过去几代古巴人还债的方式 他们已经等这个法案等了好多年 也表示从现在开始 古巴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爱现在是法律 这份新家庭法法案对古巴来说 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因为60年前 古巴可是一个会把同性恋者送进劳改营 再教育的国家 在前任古巴领导人卡斯楚掌权 大概1960到197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同性恋者如果被发现 不仅在工作上会被资浅 还会跟异议人士一起被送进劳改营 而就算同性恋在1979年被除罪化 同性恋者还是在社会不同层面受到歧视 因此这份主张性别平等包容多元族群的法案 也象征古巴在平权议题上立下新的里程碑 而在推动新家庭法的过程中 与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的事 像在台湾或是其他推动性别平权议题的国家 大多时候是许多不同的独立民间团体在进行倡议 促使政府修法 不过在古巴反而主要是政府在推动这个公投 透过广告造势呼吁民众投下赞成票 而反对的一方则是古巴的福音派教会 古巴主教团透过声明表示 他们赞成新家庭法部分的内容 像是对家暴的惩处、鼓励夫妻平等、分担家务等等 但针对同性婚姻和代理育母 教会认为同性婚姻的内容 会违背世界各地多年来真正传统婚姻的价值 另外代理育母也会衍生伦理的问题 因此反对新家庭法通过 古巴2019年本来就要就同性婚姻合法化来进行修法 但因为遭到天主教和福音派教会的强烈反对 所以当时以失败首尾 不过回过头来看 虽然新家庭法有三分之二的投票率支持 但要记得的是 古巴是一个共产主义一党制的国家 本来大部分政府推行的法案就都会通过 而且通常支持率还可以高达九成 如果这样来看 新家庭法的支持度反而是相对比较低的 美国地博大学法学教授 美国与古巴关系专家科尔就对此表示 古巴福音派教会以及根深底固的男性沙文主义 还是非常强大的 他认为这个法案之所以可以现在通过 主要是大部分的民众认为 1975年颁布的家庭法已经过时了 并且这些相关的法律 不应该受到政府严格监管 婴儿的投下赞成票 以上就是为大家精选的国际新闻 希望帮大家跟上时事 国际之声 我们下回见 片尾的部分想再多分享 和补充一下俄罗斯局部动员令的部分 其实动员令之前 伊斯坦堡在战争刚开始 三月时就有一波俄罗斯人进来 像是我在这里新认识的俄罗斯朋友 大部分都是三月的时候就来到这里 而我七月刚到的时候 在税务处移民署等等的公家机关 都可以看到俄罗斯人的身影 而在这些地方看到他们 也代表这些人不是只是来土耳其旅游 而是打算待三个月以上 而动员令之后 朋友说现在要订来伊斯坦堡的机票 已经非常难卖了 很多人都是先出境再说 而俄罗斯人除了往 像前苏联国家 亚美尼亚 乔治亚等等以外 也蛮多人想要先来伊斯坦堡 一方面是离欧洲比较近 如果之后有机会到欧洲 一部分的人是想要继续移动到欧洲的 另一方面比较是我的观察 那就是相对其他国籍 土耳其现在给俄罗斯人居留证的标准 比较宽松 速度也蛮快的 比方说我办理加等待的时间 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但听几个俄罗斯朋友说 他们的办理流程 通常都是两三个礼拜 一个月内就可以处理好 不过这部分就比较难 大量收集数据 官方也不可能会去说 因为国籍不同 所以居留证合发的状况会因此不同 影片的最后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 特别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如果你还不想加入 但是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接收所有的通知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